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收看刘伯物的Uber司机实战所册 那刘伯物之所以要录这个节目 是因为每天真的有太多的新的司机 赖伯物说 伯物哥请问一下 我的开跑奖金为什么没有领到 我就跟他说 你一定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注册 在网页上 网站上面随便注册 然后没有填到注册码 没有填到注册码的情况之下 就没有办法补填了 所以这个注册奖金就领不到了 那你就认真的开车吧 把这件事情也忘掉 那如果你是刚开始要接触 今天非常的有缘 有听到刘伯物讲这一段话 那你想成为Uber司机 那你在注册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你要找到刘伯物的注册的连结来注册 或是打刘伯物 找到刘伯物的这个部落格 来注册 那我的部落格很容易找到的 那今天要谈这个 如果乘客呢 他叫了车上了高速公路之后呢 这个高速公路的过路费要怎么算 有时候司机会问这个问题 那偶尔也会跑比较长途的 比如说台中跑机场 台北跑高雄 一跑就是100公里的 那这个过路费也不少 那算一算 要怎么处理呢 那Uber系统里边 他没有办法去判断你 到底经过哪几个收费站 所以他就定了一个方法 他定了15公里以上 他就认定你 应该是会跑有收费的高速公路 也就是乘客呢 如果他叫车坐车 坐你的车坐了15公里以上 这个开始的这个费用计算的模式 就是不同的 是有加成的 那就没有另外再付这个 公司就不会另外计算这个 过路费给你 那乘客的这个车子里边 在15公里以后 是有加成的 这个算过路费的这个费用 好 那你就知道说 他的这个运作的模式了 那 那 要提醒 每一位Uber的新司机 其实很多的技巧 或是这些疑问呢 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开车的时候呢 要非常的小心 所有的宏丹 所有的交通事故 都是你在负责的 所以这没有疑问的 那 另外有很多司机他说 我路不熟 我就怕说 这个没有办法担任这个 Uber司机的这个工作 当然 路熟是最好的 路不熟 其实很多都路不熟 因为即使是职业驾驶 他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有路不熟的问题 所以开久了自然熟 刚开始当然是不熟 靠着导航你在 现在开始 不管去哪里 骑摩托车也好 走路也好 或是开车也好 不管去哪里 你就记得 开Google的 Google Map 的导航来跑 这样的话 你就慢慢的熟悉 这个导航系统 但Uber系统里边 它也是 带出来的导航系统 也是会带出这个Google Map 所以你在熟悉了之后 你慢慢的 就会 对路况比较有信心 那当然台北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台北的高轿桥也多 这个Google Map 并没有办法判断 你那个 在上面还是在下面的位置 这是目前的 普遍的情形 所以台北的部分 你就是自己要多练习 这个刘伯也没有办法 再用这个语音的方式 告诉你说 你要怎么的变手 开酒自然熟 现在有自己开车的话 Google Map的导航 就开来自己使用 好 那如果你喜欢刘伯乌的影片 那请你再 这个等一下 麻烦你按个赞 也请你可以分享 那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其他的疑问 你都可以在下面给留言 如果你的留言 是比较特殊的 我没有讲过的 还会把它制作成影片 让大家能够分享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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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好 正面思考 这些客人一定有某些事情 他有所耽搁了 等一下他应该是要去很远的地方 也许是台东的精神武术哦 那我今天不用睡了吗 好吧 如果他敢叫我去肯定 如果他敢叫我去肯定 我车子后面都有带游泳的装备 没关系 要叫我去肯定 OK 好 等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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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